有點有觸觸感的感覺 就是輕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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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說了今天星期一 我們先放了兩天假 心情似 也是放了兩天假 今天很有星期一感覺 但其實也有星期五感覺 不過今個禮拜 整個禮拜都是很有假假的 現在又放了兩天 自這個星期二開始 其實星期二之後大家都心裡有數 期待什麼時候可以回家休息 經過兩個颱風 今天來到星期五股市超部署有Alan 第3個不知道去哪裡 第3個可能吹走了 可能這兩個太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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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先報一下恆子 來到股市超部署 現在是11點07分 恆子正在25,097點 升至135點 今天大市成交885億 雖然今天是星期五有一個放假的心情 但也要看看數據 因為大家都很關注 究竟大市氣氛 是不是真的好像放假的心情 不太帥氣氛 因為內地都出了一些數據 大市氣氛通常放假就不太帥氣 不太帥氣 我看今天都挺好的 成交不太行 不過也正常的 成交不太行是正常的 大家都會覺得放假就引一手不買貨 所以成交會縮一點 但今天其實都還好的 比上個星期好很多 我見朋友都早出來 今天早晨 有什麼問題可以留定然 我們稍後Alan也會回覆大家 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剛剛說到可能要看看大市 為什麼呢 因為出了一些數據 內地那邊出了CPI 以及PPI九月的數據 其實CPI是被預期放緩了升幅 稍為跌了 升幅就下降了0.7% 也挺令人驚訝的 CPI為什麼會這麼低 但反而PPI又升了 創了新高 PPI這個數據就很真實 但為什麼CPI不真實 CPI不真實 就是兩個解讀 第一個解讀就是懷疑CPI的數 第二個解讀就是你當CPI的數是真的 因為PPI其實升得很厲害 這個東西很容易看到 因為你看到大部分原材的價格 是升得很厲害 所以PPI一定不會低 即是說它的PPI沒有辦法 傳達到CPI 即是說商家沒有慢慢加價 這個其實都側面反映了內地的零售需求 其實是挺不足的 這個我想就從很多做零售 內需那些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裡面 都看到這個情況 最明顯就是你看到一些餐飲股 就是餐飲股的經驗數字跟股價一樣 你看著股價就已經猜到的經驗數字 究竟是什麼環境 還有大部分 例如消費電池或是汽車 至少你不要理會股價如何都好 雖然汽車這樣已經升到百八聲 但你看回它第三季度的數據 其實那個銷售是跌得多厲害 因為第三季度的下降的速度 應該是今年以來的跌幅是最大的 其他例如消費電子 即是手機的消費 其實都見到這個情況 即是你看到AAC2018歲升 是出賣刑警 你都知道其實消費電子的市場 即是中端的需求是挺慘淡的 所以CPI不升 可能是因為需求不足 所以導致下游的商家都無法加價 即是上游這麼高的成本 就變成了製育業或零售業 他們自己成了成本 即是成本升但也無法加價 因為減價都沒有人買 那何方要加價 怎樣加價呢 所以可能是有這個原因 所以變成了大市的方向 其實都很明確 即是自己買的經濟方向都很明確 所以上游是可以放心炒的 下游就要警惕一下 但是上游的版法會是甚麼呢 上游 上游就是大家看到升得很興奮 即是資源股 即是你跟著炒一些資源股 還有部份資源股 其實最近的回落的幅度是挺大 即是股價的回落幅度 無論是降也好 或者是銅那類也好 這個回落我覺得是有少少是大家過度恐慌 即是因為限電的因素 或者是內地的政府出口術 維護壓價 即控制市場價格 那樣東西 但是你看到到現在為止 其實都沒有很多硬性的政策 去控制市場價格 因為這件事是矛盾 因為你需要增加供應 如果你在這裡控制價格的話 就變成抑壓了供應 所以變成內地政府很多時候都只是出口術 就要求不要這麼貴 即是你的煤、你的鋼 都不敢真的打 你不敢真的出政策去壓 因為你政策上壓低價格 其實變相就是抑壓了供應 即是變成大打 那更大件事 大件事真的加價了 所以變成他會出口術 就是你們不要加那麼過份 但是又不會出一些很硬性的指令 因為期望這個這麼高的價格 是盡快可以提出到供應 那煤或其他能源 這個是極需要 即是對於內地來說 但是也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短時間要應付供應是困難的 所以結論就是 這些上游的資源相關的公司 我相信它整個下半年 即是第三季度很明確地 業績一定不差 然後第四季度 我相信業績是可以更英俊 包括是上游的 即是煤也好 銅也好 那些鋼也好 那些鋼也好 我相信都會是這個個案 我看Andy也有想問一下資源 我們一會再回答一下你 大使 剛剛也說到內地的銷售數據 即是PPI和CPI的數據 那你們恆子的走勢又怎樣看呢 恆子的走勢其實就沒有什麼好看的 當然恆子就有另一個看法 即是我也稍微看好一點點的恆子 就是天文數字 全部都億億 阿里就幾百億 那他就幾十億 但是如果你計算一下 這個算是對於整個科技股 或者對於整個互聯網平台 經濟的股份來說 這是一個利好消息 因為罰款相對於美團 2020年收入的3% 那阿里其實之前的罰款 就是2019年收入的4% 那阿里罰了4%之後 其實大家估計美團 其實那程度上是比阿里嚴重的 因為這個二選一 這個壟斷的行為 其實是美團執行得最嚴謹 因為在內地你的食肆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接入了美團 即是如果你找了美團幫你送外賣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找其他平台幫你送的 即是不可以找外尿摩 或者不可以找其他再少型少少的那類的 即是外賣公司幫你送 那阿里其實都稍微 即是之前接入阿里的商家稍微有少許走賺 那所以之前大家都覺得情緒上 就是美團應該比阿里嚴重的 所以阿里因為這件事 記住是反壟斷的 他們牽涉是有很多犯的 二選一只是其中一犯 就是二選一罰了阿里和美團 那當然他們有其他壟斷的行為 例如這個大數據殺熟那些 那些是未罰的 那當然是否罰就不知道 那我相信你之後再看這個態度 那只要針對這個二選一的行為 就阿里罰了 美團罰了 那之前大家估美團應該都罰6% 8% 甚至估計是可能頂格要罰10% 那結果出來呢 結果出來就只是罰3% 那這個呢 就除了對於美團來講 那一定你好了 那罰少了錢 那同意呢 對於其他有相同行為的 因為這個二選一不是美團 或者是阿里獨有的行為 其實你騰訊 京東那些 其實全部都有類似的行為 因為之前大家都這樣做的 那因為你這樣做的時候 我同樣都要這樣做的 那所以就大家都有類似的行為 那既然就最嚴重的美團 只是罰3% 就是其他面臨的罰款 可能相對來說是會稍微低一點 那還有第二樣東西 就是這個釋出的信號 那市場的解讀就認為 可能內地的監控部門 就是覺得之前可能打壓 這些互聯網經濟的平台 就打得太緊了 那或者太 打得太勁了 打得太勁了 那一棍就吐死了 那就是變了這個市場又恐慌 那這個恐慌可能又傳導到 它實體的經濟 那不如我們稍微放輕一點點 那傳了個訊號 就可能未來一段時間裡面 對於這些市場監管 或者對於互聯網平台的監管 可能就暫時沒有那麼緊 暫時 暫時而已 暫時 暫時 長遠就再看 因為現在的情況都是見步行步的 那都是今天炒明天的股市而已 是 再遠一點我都沒有空看了 再遠一點就沒有空看了 再遠一點你都不知道怎麼看 是啊 可能你問內地的監管部門 他都未必可以給你一個清晰的答案 只能夠觀察他最近的手影 去推論他下一步究竟會怎麼做 那所以對於 剛才所說的 對於這些互聯網的經濟平台 可能短時間或短線的最壞的情況過去 再加上其實全部都跌到 是真的很慘很慘 壓力跌到剩下十幾倍PE 作為一個新經濟剩下十幾倍PE 這簡直是一個恥辱來的 你很多傳統經濟的股份 其實PE、股值那樣東西都會給你高 壓力跌到剩下十幾倍 騰訊跌到剩下二十多倍 那這個是我相信 我相信股值上的調整 都應該是真的差不多了 再加上有這些因素刺激 再遠一點幾倍那怎麼辦 那真的差不多可以了 是的 那都去到這個情況了 又有這些消息出 那不如大家就可以炒一炒反彈 所以對於壓力來說 我估計這個反彈 都有機會上升到一百八十 美團就看有沒有機會見到三百 當然你說不是很大的獲利空間 其實主要是 大家所看的時間線 那樣東西都比較短 對於這些新經濟的股份 大家都在猜監管部門心裡的日程 或者他們的立場究竟是怎樣 那大家都是見步行步去做的 所以先看可能就 就不要看太高 壓力看一百八十 美團可能看三百 這些位置 Garry說 9188好像見了底 就是阿里爸爸 他說那些互聯網根本就是壟斷 好像手機一樣 手機就沒有壟斷 除了蘋果 是的 除了蘋果 因為Android市場 其實都沒有誰說有壟斷的能力 因為Android市場 最沒有能力壟斷 是真的嗎 事實上你看到Android市場 自己買幾大巨頭 其實都有一個互相競爭的能力 就是Samsung 華為 小米 OPPO Vivo 這幾間大 好像真的很難有一間 突然之間很飆青 這樣彈出來 偶爾可能有些特維 或者是法力 可以增進得很厲害 例如華為被美國制裁之前的一年半年 其實你可能推出一兩個型號勁的手機 然後你忽然間 可能會提升了幾個百分點 但所謂提升 其實華為的 華為最高的時候 整個手機的市場都佔不到三成 都是只有兩五成 然後你Samsung最風光的時候 可能都是剛剛好過三成 所以其實手機市場 沒有哪間有壟斷的能力 當然你說在Apple生態 整個iPhone生態 是近乎壟斷的 因為iPhone生態是一個閉環 其他人沒有辦法參與到這個生態 完全是由Apple所掌控 這可能是另一個個案 因為整個Android 它由一個平台 都是一個開放 所以變成暫時見不到 哪間有能力 或者有趨勢 可以壟斷的市場 剛剛你講 關於反壟斷 舊丘伯伯伯伯伯伯了 美團罰了 因為內地那邊 現在又說市場 而加強反壟斷監管的力度 不知要再升級 設立個國家反壟斷局 去升級這個行為 還要再多派人手去 監察這些行為 阿里罰了,美團罰了,會不會對騰訊來說,他還未罰,不知道會不會罰 他估計會不會彈得這麼好 騰訊一定會罰的,只是大家都估計罰款實際金額應該比兩家人輕 因為他情緒不是很嚴重,因為他很少互聯網平台 如果針對這件事,都是他之前的問題,就是他屏蔽其他平台的連結 例如你之前無法直接在微信上分享,淘寶的連結 現在應該是可以的,因為之前網信網出聲後 其實大部份通訊平台都已經無在屏蔽競爭對手的連結 但是騰訊的問題並不是罰款問題 其實現在對騰訊來說,遊戲方面是稍微擔心 因為遊戲其實都是佔據主要的收入和利潤 還有很多東西是跟遊戲本身的 例如廣告或者一些社交軟件 其實都跟遊戲相互相成 遊戲面臨一個問題,就是之前對於明成人玩遊戲有一個加深監管 還有現在遊戲行業面對著的問題,就是很久沒有批過新版本 沒有新遊戲出 8月份沒有批,9月份沒有批,10月份到現在 如果10月份沒有批,就變成了電獄三個月,沒有批新遊戲 連尾都有機會的 這是近年比較少見的 曾經試過好像一百年有試過,好像半年時間沒有批過 但是之後其實差不多每個月或者選一個月 都會有新的遊戲版號批出來 現在就兩個多月,接近三個月都沒有新遊戲版號批出來 所以大家都擔心因為你沒有新遊戲出 當然對於大間公司,例如騰訊,網易這些影響不大 因為現在充值或者收入,Top10其實都是這幾家公司分了 對於一些中小型遊戲公司來說,就少了一個特為的機會 因為如果現行沒有遊戲,是可以入到十大 或者現行沒有一些Hot的遊戲,就要靠新的遊戲去到大起 或者舊的遊戲逐步Failout的時候,需要新的遊戲去填補這些空缺 所以短線一定是對中小型的遊戲公司的影響比較大 但是對於大型遊戲公司也會有影響 因為舊遊戲玩得很久也會悶 是 人知常識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玩來玩去都是那些遊戲 慢慢開始充值、付錢、課金、意欲就會降低 所以看看會何時批,這個都沒有辦法估 都沒有辦法估計 或者股價跌得夠低,那你可以博 如果相對低位的時候,你可以博 就是博一個日子,明天批 對,即時批它,會彈起來 對,那它就會即時彈起來 但這個價位不上不下的時候,就很尷尬 對,如果沒有新經批,就彈到五百元就差不多 如果有新經批,當然一下就上五百二 試一試的前頂 對,試一試之前的頂,或者跳一百天線的位置 如果沒有的話,去到五百元便會停 所以,如果是騰訊,就建言不動 對,Carrie說,騰訊簡直要重罰 音樂無讀家打機,就限一小時 我覺得這個要給玩家重罰 這個不關騰訊事 對,不關騰訊事 就是要判斷這個政策 除了嚴格執行 現在不是每天打機一個小時 是每個星期打機三個小時 每個星期三個小時 還有,現在是24小時的巡行 隨時要求你開營 看看你是大人還是小孩 看看晚上打牌位 那個是不是真的阿婆 是年輕人 之前說的,有個阿婆打牌位,很厲害 那個應該是六十歲的 對,六十歲 究竟是不是那個孫子 我看到有很多問題 回答一下問題 其實都有很多問題想問Alan 不過我看到問題也有很多 說起ATMX 剛才有人問1810 對,Yama也想問就是1810 她說32個半買,想止血離場 因為這東西太垃圾 可不可以止點兩句 紫血 現在跌到這些位置 這個位置剪掉了 有少少 有少少 怎麼說呢 感覺上 其實小米應該是見底的 就是20元這些位置 再穿就不容易 當然短線就 今天對她來說是有個不利消息 因為現在在這裏 汽車和手機 大家互相滲透 你做車就做手機,手機就做車 但相對上 做手機比做車容易很多 其實是否要做手機 你一個門外看 無緣無故去做車 其實是有困難 因為汽車入場的門隔 或者投資 真的高很多 而做手機 其實就是 入場門隔的人很低 你這樣看一個小的東西 你要做一個大的東西 都好像比較難 就這樣看外形上 其實軟件又再多一點 因為她未必是做傳統車 做新鮮車的機會 做傳統車的難度更加高 做新能源車 就是你做電動車的難度 已經是低很多 所以有了電動車 有了新能源車之後 變了很多門外看 例如理想小鵬 未來 這類其實本身是由零開始 都可以入場 但是傳統車一定是入不了場 因為傳統車的要求工藝 和技術門隔其實高很多 例如引擎 波箱 或者其他轉輛的懸掛 其實全部都是需要很多年的技術積累 才可以做到 跟你做電動車是完全不同的 電動車其實是 大家有玩過四驅車都知道 其實都差不多 你砌到四驅車 你把它放大 就變成一個電動車 但是 就和手機 都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因為手機 對於安全要求 就很簡單 你做一部手機出來 不要爆炸 不爆炸 我也想說這件事 但你做一部電動車出來 就不僅要人爆炸 兼是可以在街上走 和保護到你 即是今晚你走一二百的速度 不會自動解體 因為這件事 其實也有門鑑 所以他今天受到消息影響 就是他之前就說做車 現在做車的吉利就是做手機 做手機 人家好像成功機率比較多 就是這樣聽到消息 人家成功機率會比較明顯 出到手機的成功機率 就一定遠高於你出到一部電動車 就是 行大到現在 其實他都未出到一部電動車 行遲是有出了 問題就是你出到概念車 或者你出到鋪路題 跟你真的量產到是兩回事 因為行遲的問題就是 所以他未給到一部量產車給人看 因為你用金錢或者技術 多於一齊 例如你花一億整部行遲出來 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就是你最終量產的時候 你要做一部 例如十萬成本 或者二十萬成本的行遲出來 所以所以他未做到 我不知道究竟他的技術 或者是工藝上在哪裏卡住了 所以到現在行遲未見到 有量產版的車 雖然你在街上 或者你在發布的影片 你見到有行遲的車在那裏走 是 就是在那條片裏 你在影片裏 你見到行遲的車在那裏走 可能他也真的是行遲來的 但問題就是 你如果沒有量產的話 你那個造車不可以叫做成功 所以小米的問題就是 他扔100億 或者他轉動 可能五年扔500億 或者十年扔500億 這個可能是 恆大汽車一兩年的投資 恆大汽車到現在 大家計算數據 至少扔了500至1000億 都未見到一輛量產的車 然後小米你扔了100億 所以這個就慢慢開始 大家就回歸現實 就看他的可行性 當然吉利做手機的可行性 就一定給小米做車 可能快一點 還要 那一定快的 因為手機沒有難度 其實他也是打算 會不會是打算幫回他的車 因為現在Tesla不是很流行 那些自動軟件的 幫回他的車 可能 但是Tesla來說 你買一部iPhone就可以了 因為他也有一個Apple的連接 因為Tesla他不會自己做手機 其實他最多是放在Apple上 那很簡單 其實你有一個Apple機 當然我只是從一個可行性的角度去看 就覺得你做手機 其實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或者任何人要做手機 其實都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只是你做手機要成功 其實難度也很高 因為實在市場太大了 太多競爭 是的 市場太多競爭對手 還有現在的競爭對手 雖然沒有一間是壟斷 但是競爭對手 其實那個concentration 就是那個concentration 是比之前很明顯的集中了很多 因為再之前 例如你回到十年前 可能深圳華強北 還是很多山寨手機的年代 你可能單純中國有幾百個手機的品牌 現在已經不是這個個案 並不是他們的技術上 沒有辦法做出來 因為智能手機 我相信跟十幾年前到現在 都不是一個太大的改變 你買了原件回來 你自己砌砌砌砌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大部分的PACS 結構和PC 其實都是很類似的東西 你都是有CPU 有RAM 有相機 有電視 就很容易砌 然後砌砌砌砌砌 就是一部手機 只是大家現在對於品牌的認同 比十年前高了很多 你現在不會隨便買一部山寨 或者沒有牌子的手機回來用 二十年前不會 所以你現在這一刻 你還想打進去的話 你要跟現行的一些主要的Player 例如你跟小米 你跟華為 你跟OPPO Vivo 蘋果 三星這些競爭 是困難了很多 他都說 每個人都可能回憶 以前 帶幾塊水去華強北 就可以做到手機了 以前 現在都有幾塊水的手機 其實也不用 現在都有 現在都有幾塊水的手機 還有嗎 有 你去鴨寮街看看 雖然你現在 雖然你現在華強北比較困難 很大致那些 雖然你現在要去華強北比較困難 你去21天 但是你去深水埗鴨寮街 其實就很快 你去 應該還有1000元 以下的手機 是 問題不大 如果真的 愈望的小米 他指不指血號 我覺得 20元以上 就不需要指血 是 再等他 可能真的跌到這樣 短期內跌 短期 都叫做壞消息 是暫時出盡了 因為第三季度 整個手機的銷售 是真的很慘淡的 你從瑞星要出營警 連信譽光學 你見到九月份的出貨量 其實都跌得這麼厲害 因為信譽光學已經是 我相信是行業裡面的 龍頭中的龍頭 因為見到就經歷過這麼多 個大小的週期 人家的毛利率跌的時候 他的毛利率是未升 人類毛利率升的時候 他的毛利率大升 然後你見到 去到九月份 連信譽光學的出貨量 按年是下跌的 按月升是不需要太容易看的 因為九月份 傳統上一定比八月份好的 但是按年出現這麼大的跌幅 應該是除了去年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疫情之後 沒有出現過 就是按年出現這麼大的跌幅 所以這個是挺反常的 即是說在第三季度 內地的手機銷售市場 其實是下降 或者需求 萎縮得很厲害 但是亦都這樣說 大家都覺得 都跌成這樣 短期來說都跌盡了 是吧 再跌的話 雖然明年的環境 還是不明朗 但是第四季度 沒理由差得過第三季度 都叫做 短期來說 壞消息出盡 所以如果不穿二十元 我覺得真的有機會 彈一下 彈一下 彈回到二十四元 不要太貪心 彈回到二十四元 是否還是要止血 走 走 走 彈回到二十四元 彈一下 就是一百一零 再回覆回 再早點的訊息 原來我們很重 很多問題未回答 先回覆一下Andy 因為剛剛問到資源股 剛才我們說一下大市環境的時候 其實強勢有機會是資源股當做 說一下1772和358 因為兩個都有營起 先說了1772 他的預季增長有四五倍 第三季增長 看著數字很厲害 但是因為他之前欠那個礦 抗爭輸了 現在紫金礦業又做你 其實他的競爭對手好像再多了 因為有機會他的上中下油 都未必能夠遮蓋 其實本身他已經是龍頭 因為港股的選擇真的不多 但是現在紫金礦業又做了一個新的競爭對手 就看著這1772其實之前一直都站不上去 一百四十一百五十元這些位置 好像偶下偶下一百二十元 一百三十元 但是如果是的話 1772又薄薄得過 1772的問題只是太貴 其實作為資源股 你十幾倍PBook 是真是一個挺貴的 他爭不贏這個 他之前和這個寧德時代 爭鯉礦就爭輸了 但是這個我對他來說 未必是一件壞事來的 因為你這麼貴買鯉礦回來 其實對於你之後 反而是一個拖累 因為逢生資源股 都一定是周期性行業 永遠都是由公不應求 然後就公國於求 跟著公不應求 跟著公國於求 我相信這個周期特性 是不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反而如果你在順周期 因為你看到其實 理業已經炒高了十幾二十倍 相對於一兩年前 而理價只是稍為接近歷史高位 其實理價是未破歷史高位 就是跟一七八年的時候 那個價位相比 其實國際理價還未破歷 而這個理我相信 供應就在未來一段時間 因為你現在看到 理價這麼高的時候 大部分本來棄止的理礦 或者未開發的理礦 大家都加快投入生產 趁現在還在理價高位 大家盡量出貨 我覺得就由公不應求 變成公國於求 應該都很快發生 不過是幾時的事 因為理價真的炒得太離譜 和太過分 所以鑑鋒利業要炒高 或者炒之前的頂 是有困難的 是很大的一段距離 是有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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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如果看到850元 就可以吃了 可能830元進入了 850元也要吃了 未必能上到860元 很好吃 很好吃 也是有20元 再說到江西彤 因為他也出了型起 雖然他的數字 一定沒有升五倍那麼誇張 但是其實他預報 頭九個月的淨利 都會增差不多兩倍 200%左右 其實銅 因為我看到都挺有趣的 有些不同大行的報告 其實都挺分歧的 是 就是說銅價的問題 因為銅的現貨價格 其實都日價 因為現在都是比較高的水平 我看到其實高盛 就說全球的銅庫 有機會去到歷史的最低水平 去到年底的時候 就是因為 預計銅的市場 會有一個嚴重工需不平衡的問題 他說有三大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電力的短缺問題 令銅的資源都會造成短缺 第二就是 在銅的回收市場來看 廢銅的回收是暫時可以解決 或者舒緩短期的供應問題 第三個原因就是銅礦的開財 有多季度的停滯問題 但是同時間我看 花旗那邊好像持相反而見 好像都挺分歧的 究竟銅的資源股 資源股可以怎樣看呢 其實不是很大分歧的 只是你看短時間和中長線 總之就是 跟製造業相關的東西 只要有需求 供應從來不是問題的 即是銅那些時間尺度夠長 供應一定不是問題 因為資源一定夠的 即是其實地球有很大全量的銅 鐵、鐵、雷和鯉 即是只要時間夠長 要開它出來 或者價格夠高 要開它出來 是完全不成問題的 所以其實他們的觀點和角度 只是看時間尺度 即是中長線我相信供應一定夠的 價格一定回復正常的 即是短線的供應一定沒有辦法出到 其實剛才第二 一點也不第二 第二就是內地缺電的問題 因為內地限電 無論你廢銅回收回來 你將銅隔離分離出來 是需要用到電 那和你鏈銅需要用到電 其實兩邊都需要用到電 所以缺電的情況下 無論你是回收銅也好 或者是在銅礦那裏 提煉銅出來 都會遇到問題 而且這不單止是內地的問題 其實環球都面對著相同的問題 當然你說其他地方未必缺電 但其他地方是電價會上升 因為其他地方的電價和上游的能源價格 是掛鉤的 即是說發電成本上升的話 那它會即時可以 反映了出來 在下游的電價身上 所以其他地方 雖然仍然可以開工 仍然可以連銅 但它連銅的成本是會增加的 所以銅價短期來說 是很難可以回落 這個的確是事實 再加上庫存又稍為低些 所謂稍為低 我相信庫存一定夠肉 因為中國本身斷了很多銅 是 但他說出來就說很緊張 沒錯 庫存真的比過去幾年都低 原因是過去幾年不停斷斷銅 因為之前的基數太高 沒錯 所以你說真的要用銅 我相信是夠用的 但短期你看到銅價這麼高 銅相關的企業 例如江西銅、紫金 其實紫金除了可以炒最新的鯉 還可以炒銅 因為紫金有三個東西 金、銅、銅 現在多了一個鯉 銅也是佔幾大部分的收入 所以如果炒銅的話 其實都不妨可以想起紫金 還有諾陽木業也是 諾陽木業除了是菇之外 很大部分的收入都是來自銅 因為它的礦是銅菇礦 所以菇本身是一個半身礦 即你煉銅的過程中就會產生菇 順便可以賣 現在相對來說 似乎落木的價格是較為落後的 所以如果你說讓我追 可以追落後 如果這一刻是追的話 要是江銅 要是落木 其實江銅是今天第一彈 因為之前都是相對低位 如果是的話 就可以留意著 如果真的看著銅 資源股 就可以看著393 看看它有沒有最落後 另外我看到有很多位朋友 都想問一九一九 但我覺得我要 整條問題出來 早上 因為這是一個重點 因為這是一個重點 1919最近差到無倫 今天跌穿十萬 究竟現價能否吸納 因為很多人都有問 走勢很差 是的 有些問站穩十萬可不可以入 有些問可不可以溝貨 因為十四元有貨 現在可不可以再溝貨 走勢那麼差 我建議不要溝貨 其實反而有貨 就要想想是否要止洩 1919其實 航運運費 沒有一個很大的調整 但是對於運費不停上升 邏輯其實是有少少破壞 跟剛才所說 其實內地出口開始明顯轉弱 是有關係 暫時你看到內地港口仍然是擠塞 因為之前其實 其實塞落要出那些貨 其實就未出完 所以短期來說 運力仍然是處於一個應求 所以運費短期應該不會下跌 但是大家看著那個訂單的數量 或者其實你總有一些市場 看到其實那個訂單數量 其實是開始下跌 即是預期可能去到今年第四季度 或者明年第一季度 因為一來又淡季 所以出現在剩下的貨之後 可能去到淡季的時候 首先整體的運費應該會回順化 因為現在這麼異形或者這麼高的運費 其實是不可持續的 再加上就是對於歐美的購入來說 其實從中國進口的成本 其實是越來越高的 幾方面體驗 因為你看到內地的PBI 其實是升得這麼厲害 其實內地本身的成本 其實上漲得很誇張 第二就是其實你看到歐美 尤其是美國 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 雖然仍然是強勁 但是你看到很多的投行或分析員 其實都覺得這麼強勁的經濟增長 就應該是有機會轉弱 或者其實去到第九月份 已經明顯看到那個轉弱的跡象 因為歐美你看到 現在處於一個勞動力不足的狀態 這個可能跟美國之前 因為疫情期間 發放了大量的失業救濟 發放完失業救濟 雖然現在又停了那個特別的失業救濟金 但是你雖然停了那個特別的失業救濟金也好 但是也有部分人可能放棍架或者失慣業 就不是這麼願意 你發覺就是雖然失業率相對是低 但是同一時間就是那個就業增長 其實是明顯放慢了 所以去到歐美那裡 你就見到可能的需求 在未來的那個季度 即是今年年尾 或者是明年第一季度 會有機會再轉弱 或者轉弱的速度 其實是挺令人擔心的 所以這些 因為你見到一九一九 其實它的股價彈性其實是很大的 即是它動幅可能升十倍 但你升完十倍之後 如果又回到之前的情況下跌回八成 又不是說不可能的 現在高位差不多匯了一半 其實高位回了一半 但你也知道 韓運股的股價彈性是很高的 真的很彈性 是很高的 彈性很大 動升十倍和回九成都是正常的情況 Garry說原材料貴 原材料貴 另外運費貴 寧願一些廠都會躺平 因為做一宗虧一宗 這個對於廠來說都很尷尬 因為它未必是營業會失去 因為你有很多的確定性 所以有部分廠 現在內地很多廠是虧做的 這是正常的情況 內地很多廠已經虧做了幾年 因為前期有很大量的投資 那些是需要慢慢折舊 所以你的成本裏不僅有 營業費 更加多可能是正常的 所以你的收入 只要可以對沖到部分正常的 雖然會失去的話 其實你也會照做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虧得會更加金 這一刻 其實廠就很難躺平 它要不就虧做 要不就收拾 要不就收拾 沒什麼可以選擇 那些都是要做的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一刻就要跌了心水 可能要退休 那看著1919 真的要小心一點 如果14元有 是否現在指線都還好 還是等它再彈上去 先不要想它幾次買回來 是的 看著走勢 這下第一棍下 駁的有沒有機會 技術反彈 例如 彈上去 例如10.05 這類的位置 比昨天的收市價 稍微高一點 10.05 就是之前的低位 看看可否彈上去 那個位置 做一個止洩 如果不是 就向下定9.5 如果它再串 小心一點 剛剛也有幾位朋友問 可否期溫10元入 剛剛Ellen也分析了 自己看著1919 小心為場 很建議搏 是的 如果要搏 不如搏回我們 剛才說的資源股 是的 資源股 剛才講了同 講了理 另一類 其實鋼是可以有想頭的 是 鋼這些 面對相同的問題 都是限電 因為限電 看到你鋼股的價錢 就被人堆了下去 但你見到鋼價是沒有跌的 鋼價仍然在高位 還有內地也是缺鋼的 因為其實你很多都是需要用到鋼 雖然你說現在內房很多的問題 各樣東西 但除非就是連環爆破 因為其實你很多本身 買了出去的期房 其實你都需要蓋 所以對鋼材的需求 是持續下去的 再加上下半年的基建上馬 又多了 所以鋼材的需求 其實就沒有什麼明顯的轉弱度 而鋼的供應 其實是逐步減少 這個和上游的招媒價升了 和限電是有關係的 但是因為鋼價升幅 其實是多於焦炭價格的升幅 所以其實對於鋼廠來說 其實它可以將價錢通過 所以鋼廠其實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在營業方面 所以你見到鋼鋼利業或江西銅 這些都發營起的話 我覺得鋼廠其實第三季度發營起的機會是有的 如果鋼的話 是否選擇鋼廠 香港馬港也一樣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兩隻的走勢都很相似 股值也差不多 還有買鋼的好處 就是對比鋼來說 它的顏色都不錯 你看到全部都預期有4-5厘 是的 現在都在做4厘 可以看著資源股 看看會不會想換馬去這些地方 我看到這位朋友想問一下金價 1818 其實1818又不能升 它今早競價的時候 5.7入了 因為其實金價真的升得很厲害 升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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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1,800 其實就不太厲害 就是來來去都是1,700 1,800之間 就是來來回彈來彈去 其實金價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什麼長線升的理論 但是我看到一些人說 為什麼金股有機會看好呢 除了金價方面 它還說滯脹的問題 有機會都會理好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市場上很擔心滯脹 是 它就說有機會可以理好這些黃金 可以翻身 滯脹 滯脹這個問題好像偶爾會有人拿出來說一下 但是暫時就好像沒有什麼跡象 看到會有滯脹 至少看回美國的案子 美國的案子 其實選擇只有兩個 要是容忍通脹 要是加息 是 其實 其實 現在暫時的趨勢 都是偏向加息為主 對於金價來說 好像沒有什麼很長遠的 很長遠的一個上升的 logic 或者是動力 所以你金價上升了1800元 是 但是在這些位置徘徊 未必真的可以再破到 難一點 難一點 因為問題就是 金價好像沒有看到的跡象上 還有它們的成本其實升了很多 是 招金這類 因為你煉金各樣東西 其實都需要能源 雖然金就相對來說 需要能源比較少 但是其實都需要能源 所以 過程度上 然後對於下游的產品 因為招金來說 銅的比例是低一點的 即是沒有紫金銅的比例 不高 那變了 就 好像缺乏少少 小小小 去炒招金 因為如果我要炒銅的話 不如我直接炒 不如我選這個紫金 因為招金就純粹帶大家炒金 那如果它五個七日 是否等它可能 因為我看到它好像少少做一個圓帶 是它今早更加的衝進去 等多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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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上去五個八六元這些位置 因為剛好這幾天看到 即是美元又開始轉量 昨晚破了九十四 跌破九十四 然後同一時間 金價穿了一千八 如果放在上面 短期上去一百二零 這些位置 看看 按照今有沒有機會 上去小圓底的頂部 即是上面六個一 六個一這些位置 整個六個一這些位置 對 可以試試吃 對 你看看 看能不能上去 圓底底部六個一 就可以吃下壺 我見Elaine想問二八九九 剛才我們也有說到 其實二八九九 就是金價 另外有個銅 炒銅的 可能是追求問題 另外就是因為他有做理 其實二八九九都可以看下 剛剛突搭了很多不同的朋友問題 終於到我了 因為我也想有問題 問一下Elaine 我們回到今天的行程 是的 因為我之前真的很想問富途 是的 你知道昨天富途跌到一顆六 因為說官媒點名 要批評富途和老虎的證券 就說他那個個人訊息的安全問題 是欠奉的 就是那個收集訊息的安全問題 是有在的 變相昨天富途也跌得很慘 其實這篇文章沒有說過細節 究竟富途衰什麼 變相就是你 富途中伏 你又收集中國人的數據 那本身就有個原罪 對於富途來說 可能他自己也不太好 自己也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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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 他遲早會知道自己是壞 當再具體一點的時候就知道 他應該會跟有溫部門接觸 是的 這個詳細看看他之後怎樣改 但是對於富途來說 就有一個延伸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富途現在在搞回歸港股上市 其實這件事出來之後 對於回歸港股上市 是有些少許阻礙的 因為對於廣告所來說 這個是代表有個政策風險 要麼你就清楚楚地改完 然後內地那件事 內地合規或政府的門 下了頭 可以了 然後他就可以讓你上 因為大家不要想到廣告所很隨意 大家回來我都歡迎 廣告所是的 但我相信廣告所內部 也有一個檢驗 對於檢驗都有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你在政策上有這麼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其實他未必會容許你即時回來上市 所以對於富途來說 他回歸港股上市的步伐 就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但是這件事的延伸性就不是那麼強的 因為香港的互聯網券商 在香港活躍的其實不是很多 尤其是富途這些規模 因為富途已經差不多霸了很多市場 老虎主要都是做美股比較多 老虎本身港股也沒有牌 只是在港股都是走向港股合規和法律 反而可能另外一間 例如其他的互聯網券商 而有短期內想上市的話 那就比較尷尬 我們剛剛在咪前說的那間 是的 那就比較尷尬 那就比較尷尬 因為富途出現這件事之後 我相信他 一定不會搞完一天就完結了 因為他跟傳統券商不同 因為傳統券商 首先富途是一間純香港註冊的公司 你知道富途的生態不單是一間證券公司 因為牽涉到很多內地客戶的數據 而這些數據是在內地收集的 他們的供應器都是放在內地 例如很多工程師 包括背後等 那些全部都在內地做 所以可能同一時間 要符合香港和內地的法規 如果要求他把這些全部搬到香港 實際上的困難 因為現在都很表面 你知道現在官媒一發聲就沒辦法了 還有它是第一棍跌 如果要新手出來摺摺就要小心一點 是 Garry說我入職太遲了去富途 200元就天天叫人沽 你又不早點可以P.A.M.我 早點我就可能發發發 他說因為全港都市佔第一 所以如果要搞的話也有機會先搞富途 全港市佔 看你的統計後勢是什麼 如果是定位為互聯網券商 市佔率是最高的 但是如果轉移來計算 它未必能進入T.A.I. 是 我就不確定 因為它未必能進入T.A.I. 因為它貿易成本和傳統的大行是有分別的 對 因為現在很多交易都不是用富途 而是用其他作為接入 嗯 他想 叫我唱第一 哈哈 有些朋友其實用富途 他說幸好還沒買 看看有沒有機會轉買 用就未必不用 用就沒有關係 用就沒有關係 未必是買他的股票 是的 其實我都用了富途多年 我都用了富途的報價很多年 是啊 也真的挺方便 現在習慣了睡醒 開出來也是開富途的 沒錯 的確就是那個interface 各樣東西是做得相當之好的 價錢是相當之便宜的 但是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在香港上市 是不是市傳突然上市 我相信它要先解決這個問題 真的沒有那麼快 之前說是年底 很快 是突然之間很快 就會第二次上市 這樣 差一點 如果上市 那兩回事 內地才會發聲 現在發聲 應該要有一段時間 搞錯 要變某些事情 實際上 大家也不知道要求是甚麼 可能富途自己也不知道要求是甚麼 是 但是也需要一些時間 是否具體一點會更好 其實也很難具體 因為這類所謂在境外上市的公司 內地數據安全的問題 究竟要怎樣做 要怎樣做才有困難 因為這個是對於市場來說 完全是新的 嗯 而引發這件事的很明顯就是滴滴 是 現在也不知道滴滴需要怎麼改 滴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怎麼改 都很久了 滴滴 是啊 但滴滴也未存 因為那是第一宗 嗯 理論上就是需要滴滴 告訴別人 我已經解決了 而內地的交通部門也認證 你真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嗯 那可能就 論資排載 然後慢慢到第二間 噢 所以 我相信這個問題 應該不會短期內 解決 那可能真的會影響它上市 那個行程也未定 是啊 大家都要留意著 有買開富途 可能美股那邊也要小心一點 暫時都是第一棍 吐了下來 要看著市場 而且這一下太突然了 是啊 沒想過突然會搞富途 我昨天看 這些留言放到 蛤 為什麼會搞富途 為什麼會搞富途呢 為什麼會是富途呢 是啊 平時都沒有關係 都被它碰不到 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我看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我先報一下恆子 現在是12點02分 恆子正在25,170點 升207點 大市成交1,038億的 今天麻煩Alan上來 跟我們說了不同的版塊 以及接下來的數據 怎樣看呢 其實今晚都有美國那邊的數據 那你留意著 它有9月的銷售零售數據 可能對大市氣氛也會有影響 那大家要留意著 那一會兒都會有巴斯古神 和大家見面的 那我們遲些見了 拜拜 拜拜